大家好 今天是8月13號禮拜五的早上9點25分 那我們耐心的等待 等待一個理想的出手點 這個K線 我們的K線目前已經回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當然是離BNF的理想V轉的點 還MataMata還差很多 還是差很多 但是空單 我們的空單可以陸續回補 所以以整個長線的架構來看 我們看一下 它破了第一根均 之前這邊 之前在這個位置 它曾經有機會 它可以上工 但是 我就 之前也提醒大家 這邊可以上工 你要等到它上工之後 再採用CIS的順勢交易法 但是 CIS的順勢交易法不是每一個人都適用 要看你的手法跟你的反應 我個人是比較 CIS的交易法做的比較少 並不是不做 做的比較少 所以我就是在這邊 就直接看到這邊走平 兩種可能 就是看你要不要賭 要不要試單 要不要試空單 因為這邊 它這邊是一個三角形整理 三角形整理在這邊 它可以上去 它也可以下來 這個是單純以統計 以機率 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這邊的空單是有它的勝算 這個是一般在交易裡面常常會做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我之前也跟大家講說主力會看 如果大家在這邊做多人多 籌碼 就是說融資高的話 主力幹嘛要拉給散戶賺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主力跟散戶兩個是敵人 所以它一看大家都買進了 它就反而把股價壓下來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們一直提醒大家 你的交易的哲學 常常會有朋友問到一個問題 就說我這個在這邊買進 到底這個可不可以賺錢 這邊 但是很多人只看到機率 但是並沒有哲學底子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有朋友買了股票 認為說到時候上市會大漲 會賺很多的錢 當然這個假設 如果以機率的角度來看 以統計的角度來看 以賭博的角度來看 沒什麼問題 就是看你要不要賭而已 但是問題是很多人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他後面沒有B計畫 C計畫 D計畫 而且當什麼樣狀況發生的時候 你該做什麼處置都沒有 他唯一的認定就是上市之後會大漲 只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出現其他可能性的時候 他就照光死 看到那邊就被釘在那邊 就像水裡的青蛙或水裡的魚 被光一照他就釘在那邊 就套牢 如果更倒楣的 就崩盤 這個錢就付諸流水 這非常常見 舉例來說 之前的航海王 大家認定說他一定會大漲 他的BDI指數就一直 所以你就唯一的認為他就一定向上 就像我這邊跟大家講說 你在這邊認為向上是很合理的 因為他占到一軍了 他只要出個量就上去了 但是如果你認為只有這種可能性 那就慘了 你沒有其他的準備 所以我們這個交易的時候 你的哲學底子一定要夠 一定要先求不賠 這是一定的 先求不賠 所以最常犯的幾個問題 大家很常犯的 第一個 倉位過大 你在這邊 你這個蠻海賊王 你的倉位過大 倉位過大 稍微有個風吹草動 就算你長期看起來的 他確實是對的 你也抱不住 那你抱住 真的被你抱住了 那你是賭 你是賭的 他這個跌個20% 之後又漲個兩倍 那你是賭啊 因為跌個20% 可能直接再跌80% 所以絕大部分的人 交易上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計畫 隨波逐流 那如果漲上去賺了錢 就認為說自己多厲害 全部都是自己判斷神準 自己是這個股神對不對 一般都是這樣吧 然後 這個一旦下跌了 然後就說這個 我今年運勢不佳 都是被政府害的 這本來就怎樣 就是那個人怎樣 所以我們這個叫外設 所有交易不順 所有賠錢都是別人 都是外在的問題 從來不會想到自己的問題 除非賺錢 賺錢就是自己厲害 這個邏輯上說得通嗎 真正聰明的人是 不管是大賺 大賠 都是自己的 對不對 賺是自己敢賭 我敢拚 賺是自己 賠也是 他是兩面刃 他可能會大賺 你要押重住嗎 押重住就只有兩種結果嗎 你就是直接變海賊 封神嗎 一種就封神嗎 但是不要忘了 也可能破產 這兩個是同一件事情 很多人就犯了這個錯誤 所以這個非常可惜 那如果以統計的角度來看 要做到幾件事情 如果 因為 大家這個 因為很多人就哲學底子不夠 所以講話邏輯導致 譬如說 你說他機率很大 那機率很大 大家知道玩機率玩期望值 要遵從大數法則 這最基本的吧 凱莉賭徒公式你知不知道 凱莉賭徒公式 就是當你機率大的時候 柱可以壓的比較大 機率小的時候柱比較小 但是 不可能全壓 所以之前有人說是凱莉 或者是壓半凱莉 壓凱莉的 這個後來這個海歸 丹尼斯 不是就破產了嗎 後來改成半凱莉 還是破產啊 對不對 所以才會有什麼 F什麼各式各樣的 最佳化的資金 Optima F什麼各式各樣 其實你再怎麼樣都是統計而已啊 統計不是哲學啊 哲學是一定對的真理啊 什麼叫哲學 哲學就是 最講最簡單的嗎 最好的公司用最便宜的價錢 然後這公司是永遠造橋鋪路 永遠賺錢的 然後你再打對折 打兩折的時候買進 這是哲學啊 那買進ETF 這公司是 100家的合成50家的合成 不可能50家同時倒 機率低到 你如果真的50家倒 那也你這個 應該也是這個世界也毀滅了 你有錢也沒有用 是不是這樣呢 這就哲學啊 所以 在 下重注的時候 有朋友就是認定說有一檔股票啊 一定會漲 你要下重注 下重注就是兩個結果 要不然就豐盛 要不然就是 你就必須把那筆錢當做 捐出去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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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不會到時候 我們 這沒有對錯 賭博哪有對錯 就賭博而已 那既然是賭博 投資 他本身就是一個賭 只是你的機率 你的期望值比較大 那既然是賭 你在賭機率 你在賭期望值 那你又不喜歡用大樹法則 你又一次 你就會認為下 以前就有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51% 50% 有一個銅板 51% 上帝就跟一個賭徒 就跟他說 你的勝率是51% 我的勝率是49% 我們來指賽 結果賭徒想說 沒事沒事 瘟營 對不對 就回來直到最後破產 那後來賭徒就說 上帝這不公平啊 我明明就有勝算啊 那為什麼我破產呢 上帝就告訴他 你沒有遵從大樹法則 你的賽制沒有無限次 如果你是無限次 我上帝也輸給你 但是你的錢 不是無限多 更不要講 一注賭他 上市會大賺 這很簡單 所以有朋友 一次買太多的建議 就是分不同的 就賭三個不同的 不要全部都壓一注 這就是簡單數學 統計 因為我以前就給很多朋友一些建議 後來我叫他說 你這個注稍微再分散一點 那就漲上去了 他就算一下 還好沒聽你的 對不對 他怎麼不問我說 有沒有其他人聽我的話之後 後來沒賠的呢 這個叫沈默證據 什麼叫沈默證據 所有 所有遇到傳難 這個生還的人 都會跟別人說 這真的有神奇 真的有上帝的存在 當時在海難的時候 我就禱告 我就求上帝的名 後來我得救 那記者就問他 那那些跟你一起禱告就死掉了 那些人 他們的意見是怎麼樣 大家聽懂這個意思嗎 沒有他們的意見 所以大家就是找證據對 找對自己有利的 其他都視而不見 但是數學 我跟大家講說哲學 哲學就是數學跟統計 統計不算 統計算不上真的數學 我說哲學 哲學知識論裡面 只有1加1等於2這種數學跟邏輯 如果怎樣就怎樣 這種邏輯 它是鮮豔知識 就是三歲小孩也知道它是對的事情 你如果是以這種鮮豔知識 邏輯跟數學為基礎的 而不是以統計跟經驗為基礎的 你比較可以符合哲學 比較活得下去 否則 單看機率期望值而壓大柱的 對不對 玩21點 他們下去 你是優勢贏家 你是優勢玩家 一樣也是要好幾 大家是一個team 對不對 一個team大家一起分散 增加它的大數 到最後 有的人拿到很大點數 但是壓重柱的時候失敗 但是有些 拿大點數壓重柱 有些 因為它畢竟勝率比較高 但勝率比較高 不是說不會賠光 所以你只要次數夠多 你就會有很大的勝算 但是大家都忘了 叫次數很多 什麼叫次數很多 所以你要定勾基 那就一翻兩瞪眼了 所以定下去之前 先想到 不要想到自己變富翁 你要想到自己破產的那個樣子 自己的錢全部輸光了 你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就下 就賭模 就只是單純賭而已 好 所以今天剛好 聊到這個 像今天拉回來 拉回來 這個當然是 是小便宜 還可以 所以就加點基本倉 因為我之前在崩高 大家也知道 我除了 B&F的拐點之外 其他每天 拉高就賣 拉高就賣 這時候不是可以加點倉回來 但是我真正的 進倉 絕對不是這種點 這種點 這個小打小鬧 對不對 拉回咪咪而已 不痛不癢 什麼點是有痛有癢 國安基金進場 股民哀鴻遍野 這種才是一個理想的點 對不對 所以其他點就小玩小鬧就好了 或者是做一下選擇權順勢 你CIS的交易方法當然是用選擇權嗎 為什麼 因為選擇權不怕雙疤 它可以 它可以隨時不對的話就鎖單 就停損了 剛好這個之前我有整理 我的選擇權的交易的心得 大家有興趣 在POOP的這個電子書城 我有寫一個叫TW自己流 大家有興趣去看一下選擇權怎麼樣 可以比較適合這種小打小鬧的時間 賺一點零錢 這個只能賺一點零錢 這個版主你勝率這麼高 你為什麼不壓重注 那我剛剛講那麼多都白講了嗎 為什麼不壓重注 大數法則 統計要遵守大數法則 我壓重注 我的錢就沒辦法下無限次 我下小柱因為我的錢佔我的比例很小 我可以一直下一直下下到 所有的勝率對我期望只有加多 就一直下一直下下到上帝也投降 數學嘛統計嘛 那你統計要用的對啊 那用的對你要有哲學底子啊 你要知道什麼是真的啊 那很多人只是單純看勝率 而沒有看大數 所以這個很多為什麼到最後 就被上帝嘲笑的那個賭徒一樣 你就算有優勢你也贏不了我 因為沒有大數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大數法則 這個點 雖然小打小疊個130 130 我一般都習慣疊個兩三百點的那一天 那大家哀鴻遍野 前幾天已經有人稍微哀一下了 但是大家有興趣去看一下語哲義 語哲義是什麼時候什麼點才會出手 之前在鋪骨A整理了語哲義的交易法則 什麼點 是一個人性至極的點 你絕對不是這種點 這種點小打小鬧的點 這個大家就玩為小部位 增加一些次數 就像你玩21點 就拿個15 這是15點嘛 這15點 這個說好不好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對不對 你要不要再玩下去呢 這就自己決定了 這可以小打小鬧 加一點長倉是可以的 好 那講到哲學 那你有些 有些科學的實驗你要知道 譬如說 大家知道有個實驗 你只要買到基優股 你就算買到最高 長期來說 你都有勝算耶 你知道嗎 就算你買最貴 長期來說 有人統計過過去20年 買S&P 就算你 20年每年買一次 每次都買到最高點 請問20年之後 你是賺還是賠 每年都買到最高點 答案是 負利 20年之後 你的獲利是 這個年報酬6% 你都買到最高點才6% 所以你只要買 買到 你就永遠 小額 永遠 不斷的大數法則 永遠 一回檔 就買一點基優股 長期來說 你就不會輸了 光這樣就不會輸了 這是哲學 因為人類永遠 就是需要一些公司 那些公司 本來永遠都可以賺錢 就算你那公司買貴了 長期來說 那個公司就會越來越壯大 越來越壯 就像鴻海 郭台銘又說 這個神木是 總之灑下 2000年前總之灑下去那一刻就決定 它會不斷的成長 好 所以今天就剛好跟大家看到這樣的小打小鬧行情 平常我都是這時候都唱歌了 剛好講到大數法則 講到有朋友說自己有一個非常有把握的股票 決定說要玩狠一點 就跟大家講 自己決定就是賭博而已 可能賭贏了 也可能賭輸 答案就這麼簡單 好 我們今天就給大家聊到這邊